景氏通言 第三十八卷 讲书真文景鸳鸯会 演艺新气足未修 暗中中拟约灯楼 光阴赴我难相偶 情绪千人不自由 摇曳定脸相避兮 闷时应弄欲骚头 樱桃花蟹梨花发 长断青春两处愁 这时单说着情色二字 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 古色炫于目 情感于心 情色相生 心目相视 随更古弃今 人人君子 福能望之 近人有云 情之所中正在我辈 慧远曰 情色如此时 欲真不觉何为一处 无情之物上耳 何况我终日在情里作活迹也 如今只管说着情色二字则身 且说个临淮武功业 于贤通中任河南府公曹参军 爱妾约飞烟 省步是 荣之先利 若不生起锣 善勤生 耗时弄笔 功业甚必知 碧临 乃天水照是地也 以一英之族 其子照相 端秀有文学 忽一日 于南原戏中窥见飞烟 而神气聚丧 费时思之 随后路工业之婚人 以情相告 婚有南色 吼为路所动 令其似非烟闲处 聚言相意 非烟闻之 胆寒笑而不达 婚傲 尽已欲向 想发狂心荡 不知所如 乃取薛涛间 提意绝于上 诗语 绿岸红细起鸣烟 独江忧恨小亭前 沉沉凉夜与水雨 星隔银河月半天 写起 密间之 其婚傲 达于飞烟 飞烟独闭 须皆良久 向傲而言曰 我亦曾窥见赵郎 大好财貌 今生薄福 不得当之 长财无声粗汉 飞青云气夜 乃富筹篇 写于金凤间 诗曰 画言春艳须知肃 蓝浦双渊肯独飞 长恨桃源 诗女伴 等闲花里送郎归 丰富昏傲 领卫相 想起间 喜悦 无事邪矣 但静坐焚香 时时前倒以后 约束日 江西 昏傲 昏傲猝不而至 孝且拜曰 赵郎愿见神仙否 向经 连问之 传飞烟语曰 公草今夜辅职 可谓粮食 妾家后庭 即君之前缘也 若不予约好 专望来仪 方可厚恶 羽霸 即熏黑 向成梯而登 飞烟已至重踏于下 即下 见飞烟 艳装圣服 迎入世中 相邪旧寝 尽浅犬之一言 极晓 向之飞烟首曰 解清城之貌 亦西世之人 以丹幽明 永奉欢侠 言弃 前规 滋后不迎寻日 常得一期于后庭矣 展幽幽测之恩 请素惜之情 以为鬼鸟不知 人神相助 如是者周岁 无合 不非焉以戏故踏其女奴 奴贤之 常见 尽已告公业 公业曰 如甚物扬声 我当自查之 后至堂之日 乃密沉状请假 待夜 如常入职 遂潜伏礼门 思目骨寄坐 聂足而回 寻墙至后庭 见飞烟 方以护威吟 相则聚圆斜地 公业不生其分 挺前欲勤相 相觉跳出 公业迟之 得其伴如 乃入世 虎飞烟劫之 飞烟色动 不以时告 公业欲怒 父之大柱 鞭榻血流 飞烟淡云 生则相亲 死亦无恨 遂隐悲水而绝 相乃便服一鸣 远窜于江湖间 稍避其封烟 可怜雨散云霄 花残月缺 且如照相知机食物 离脱湖口 免遭毒手 可谓善悔过者也 于今又有个不识俏的小二哥 也与个妇人私通 日日贪荒 朝朝迷恋 后惹出一场祸来 尸横刀下 命赴阴间 至母不得适 妻不得故 子豪寒于炎东 女提姬于永夜 静而思之 竹河来游 况这妇人 不害了你一条性命了 真个 俄美本事缠捐刃 杀尽风流 世上人 说话的 你到这妇人住居何处 姓慎名谁 原来是浙江杭州府 武林门外 洛乡村中 一个姓蒋的生的女儿 小字书真 生德甚是标志 脸衬桃花 比桃花不红不白 每分柳叶 如柳叶 游细游弯 字小通明 从来技巧 善苗龙而赐凤 能简学以财云 心中只是好些风月 又饮得几杯酒 年已吉吉 父母一亲 东也不成 西也不就 美兴早学之思 常感伤春之病 自恨方年不偶 郁郁不乐 垂帘不卷 修杀紫燕双飞 高阁雍平 厌听黄鹰病语 为之此女 几时得偶夙愿 阴成商调 醋葫芦小令诗篇 细于事后 少数私女 始莫知情 奉老歌伴 先听格律 后听吴词 战秋波 两简明 陆金莲三寸小 弄春风杨柳细身腰 比红儿态度应更娇 她生得猪般奇妙 总司空见惯 也浑霄 况着蒋家女儿如此容貌 如此伶俐 缘和豪门巨族 王孙公子 文氏富商 不求行聘 却这女儿心性 有些潇气 苗眉画眼 赴粉诗珠 梳个纵病头 拙见扣身衫子 坐张坐式 瞧模瞧样 或已见宁神 或临接献孝 因此屡里皆彼之 所以千言岁月 顿失光阴 不绝二十余岁 格林有一儿子 名叫阿乔 未曾初幼 常来女家嬉戏 不料此女 以动不正之心 有日益 况阿乔不慎长成 父母不以为怪 遂得通家往来无见 一日 女父母她是 阿乔偶来 其女相诱入室 抢何言 忽闻寇护升级 阿乔惊顿而去 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 且此女欲心如斥 久可此事 自从情斗一开 不能自已 阿乔回家 惊心冲气而云 女闻其死 哀痛迷急 但不敢行诸岩甲 奉劳歌伴 再贺前生 所修美恨上存 痛之心 人已亡 煞时见云雨散乌阳 自别来几日 行作响 空瞥下一天情况 则处是梦里见财狼 这女儿 自因阿乔死后 心中好生不快活 自思量道 皆由我之过 送了她青春一命 日岁叠谢不下 书儿又是一个月来 女儿晨起梳妆 父母偶然视听 其女颜色精神 欲言恍惚 老儿因为妈妈月 莫非书真做出来了 殊不知其女 春色飘零 蝶粉风黄都退了 韶华狼起 花心流眼已开残 妈妈老儿 互相埋怨了一会儿 只怕亲戚耻笑 常言道 女大不中留 留在家中 却似丝颜包 脱手方可 不然 只待事发 弄出丑来 不好看 那妈妈和老儿说吧 养王嫂嫂作梅 江高旧地 天长补短 发落了吧 一日 王嫂嫂来说 嫁与进村李二郎为妻 且李二郎是个农庄之人 有四十多岁 只图美貌 不计其他 过门之后 两个颇说得着 顺兮剑时又余年 李二郎被他彻夜盘弄 衰背了 年将五十之上 此心已灰 奈何此妇正在妙龄 库号不厌 仍与夫家西宾有事 李二郎一见 并发身故 这妇人 焉剑断送两人性命了 奉劳割伴 再贺前生 结因缘 十数年 冻春情三四番 萧强获起片时间 到如今 范围难上难 把一队凤鸾惊散 一篮杆无与泪偷谈 那李大郎赤退西宾 择日葬帝之旧 这妇人不免守孝三年 其家已知其非 着人防贤 本妇自揣于心 亦不敢妄为矣 朝夕之间 受了多少煎熬 或饱一顿或缺一餐 家人都不理他了 将即一年之上 李大郎自私 留此无意 不若逐回 庶眠入门拜户 遂唤圆美眼瞳 将父亲身赶回 本妇如鸟出笼 似于漏网 其余物事亦不计较 本妇抵家 父母只得收留 哪有好气待他 如同使弊 妇亦甘心忍受 一日 有个张二观过门 因见本妇 心甚悦之 万人说喝 求为济世 女父母允诺 恨不推将出去 且张二观是个行商 多在外 少在内 不曾打听的背戏 设下荷盘养酒 捐吉成亲 这妇人不去则罢 这一去 好似猪羊笨屠宰之家 一步步来寻死路 事业 画竹遥光 粉香喷雾 齐罗檐上依旧两个心人 谨秀亲中 各出一般旧物 奉劳歌伴在贺前生 喜今宵月在圆 赏明远花正方 孝吟吟携手上牙床 自交换恍然入醉香 不觉得浑身通畅 把断贤重续 两情长 他两个自花竹之后 日则并肩而坐 夜则跌骨而眠 如鱼借水 似妻头娇 一个全不念前夫之恩爱 一个哪曾提王氏之音容 父献夫之音妇 父连父之风仪 两个快活了一月 于是张二官人早起 吩咐余后收拾行李 要往德卿取账 这妇人怎声割舍得他去 张二官不免起身 这妇人速速垂下泪来 张二官道 你我既为夫妇 不须如此 各道保重而别